兰友们大家好,我是兰花油以开 这期视频跟兰友们分享一下兰花的发芽率 因为昨天我跟兰友们分享了 水着现在气温越来越低了,马上都要立冬了 如果说我们还有在室外养的话 这个时候一些没有花苞的话 我们可以尽量的把它移回到室内来 室内相对的温度高一些 比较有利于这个兰花发芽成苗 我特意把这个镜头转过来 给兰友们参考一下 我冬季的时候就把这个兰花都放在这个窗台上 但是我外面因为有一个阳光房 兰友们夏天有看过 我在那个院子里拍就是这个院子里 因为它上面有一个阳光房 所以这个阳光打进来的话是比较柔的 基本上我是不用那个拉遮阳网 或者是遮阳什么的 如果兰友们也是这种放在窗台上养的话 那么一定要在那个白天 阳光特别强的时候 一定要拉一个遮阳网 不要让那个兰花过强的光照 这个会影响兰花生长 因为兰花的叶片是不太耐晒的 如果说这个室温低于15度的话 那么兰花适当的还是可以全日照的 这个都要足勤看 正常我们的兰花 从出土这个芽出土到完全成苗 它是需要一个6到12个月不等的时间 这里主要就是看品种 其实像建兰的话 它是所有兰花当中成苗最快的 如果温度比较高的话 那么它基本上半年左右 要半年以上 一般半年以下也是很少能成苗的 所以说养兰花不要心急 如果养惠兰的话 惠兰成苗是最慢的 从出土到完全成苗 就是温度最高的地方 大概也是需要10个月的时间 像在我这里的话 有的时候那个惠兰 长一年能够完全成苗 所以说心急不要养兰花 好多来人说 我那个芽怎么不长呢 兰花是需要一个生长周期的 它不会像月节什么的 说我们剪了枝之后 它很快就长出来 不会的 它的生长周期还是比较长的 那么什么品种的发芽率最低呢 其实整体来说 兰花的发芽率都差不太多 就是一些癌种 尤其是一些异草癌种 它的发芽率是最低的 并且也是最不好养的 我这里再跟蓝友们啰嗦一句 如果您是不以投资为目的 纯粹是自己养的话 就是尽量少动这种高价的异草 癌种异草 第一是不太好养 第二是很难见花 前几天有一个蓝友给我发那个照片 就这么大一个龙根苗 价格非常高 但是很难养 就这么大一个龙根苗 如果说想看花的话 至少至少在养护很好的情况下 要五年以上 所以如果说我们不以投资为目的 纯粹的一个个人喜欢的话 就是为了看看花什么的 这个东西就少动 那么影响兰花的发芽率 也是我们平常养护兰花的四大要素 通风光照 浇水施肥 这四个要素也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个兰花的发芽率 这就是我们人为管理 所以我们在慢慢养护兰花当中 一定要自己逐渐的去积累这方面的经验 有些经验就是我们可以参照 但是好多经验又不太好参照其他人 就像我们每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 实时的家里的温度也不一样 像我们东北的话 现在室内的温度因为已经进入供暖期了 室内的温度基本上都是二十多度 二十多度的话兰花是一个正常的生长期 而且生长的速度还是相对快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在东北或者有供暖的地区 我们这个兰花在室内养的话 不要停止水肥管理 这个水肥一定要正常去管理 既不要控水也不要缺肥 那么这个时候像南方没有供暖的地方 随着这个气温逐渐的降低 我们就要拉开这个浇水的频率 另外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 当这个最高气温只有15度的时候 我们要给兰花停止施肥 如果最高气温只有15度的话 那么它夜间的气温相对会很低 这个时候兰花基本上就是生长的比较缓慢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给兰花施肥 尤其是一些叶面肥 我们吃到这个叶片上之后 兰花并不能够吸收了 或者吸收只能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时间久了聚集在这个叶片上 反而会给这个兰花生长造成一定的负担 如果这个肥力过重的话 还会引起一些一般病 就属于得不偿失了 所以当这个最高气温只有15度的时候 我们就停止给兰花施肥 第二个影响兰花发芽率的 就是我们这个质量 就我们居家养兰花配这个兰花质量 没有一定就是参加我们自己本地的实际环境 我们本地就是用一些什么就地取材 比较方便的都是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保证这个质量 是这个沥水透气还能够保湿 这三种是缺一不可的 我开始做自媒体到现在 接触最多的就是兰友们说 我这个质量怎么保湿怎么保湿 总是给兰花保湿 兰花的质量我们要做到什么呢 是潮而不湿 然后是润而不燥 这个兰友们就是自己在日后养兰花当中 你可以逐渐地去积累这方面的经验 不要说总是给那个兰花质量保湿 如果说这个质量过湿的话 对这个兰花根生长影响非常大 为什么要谈到兰花的质量 就是我上面说的这个兰花生长的四要素 它是要再有一个比较好的兰花质量 这个基础之上再来谈 因为只有一个好的质量 才能让这个兰花根生长得好 有一个好的兰花根 兰花根生长得好 那么它这个苗子比较健壮 它发芽肯定也是壮的 而且发芽也是多的 如果你的质量不好 过于保湿特别积水的话 那这个兰花根比较容易黑根烂根 很难出壮苗 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质量作为基础的话 那么我们再追求 就是上面我说的这个兰花生长的四要素 就是意义不太大 所以我一直在跟兰友们强调 一定要把这个兰花质量配好了 让这个兰花能够健康的生长 不要说这个花种上去之后 今天去杀菌 明天去杀虫 这个对兰花生长影响非常大的 很难说种出一个好状态的兰花 第四个影响兰花发芽率的就是分苗 其实我们是适当可以给这个兰花分株的 分株就能够促进兰花的发芽率 如果说我们总是那一大盆十几二十秒的话 那么中间的这些老苗什么的 基本上它就不会再发芽了 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给这个兰花分分株 这个分株就一定要参照品种 比如说像别人半春兰惠兰 就是我们可以参照什么 炉头越小的又不要分得过单 炉头比较小的我们尽量就分个三四秒以上的 这样的话它老中青散在一起 它的营养供给的上 然后它发的秒也会比较壮的 相对炉头大一些的像剑兰 一般我们分两秒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在没有一个特别的情况下 尽量都是不分单秒的 就是剑兰这种炉头比较大的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分得过单的话 就比如说分这种单秒的话 它出的芽相当会弱一些 最后一点就是兰花的发芽率 它是有一个差异的 就包括同一个品种 比如说今年我做那个福州素核 我大概是一个多月之前吧 已经分完盆了 有一盆就是老中青三个苗都出了芽了 但是只有这一盆 你看其他的我分那种两三苗的 那么它就只有这个前冷苗出芽 它有的一发二有的一发一 所以有的来友就不用去担心说 我这个怎么就发了一个芽 就是发了一个芽 只要苗着状就是好的 但一发二的话 也并不是说这个兰花生长的就有多好 只是说它这个芽点 两个同时饱满 同时能够长起来 另外还有一些品种 就包括我中那个连瓣或者春剑 有的时候它在芽里还剩一个芽 但是里面这个芽相对 它成苗就会小一些 生长的速度就会慢一些 所以这个兰友们都不要担心 有的时候觉得说两个芽同时出了 为什么另外一个出的小 是不是僵芽了 也不是的 这个就像双胞胎一样 它有一个个体的差异 就是容它慢慢的去长 等着这个芽慢慢的长成了 下面这个芽的话得到足够的养分 它慢慢也会生长起来的 其实兰花这种姜芽的几率是非常低的